好了,你現在聽的是正向分析九中聚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現在講講另外一件事 就是講講元旦之後 即是跨年倒數過了之後 就有很多內地遊客想嘻聲地即日回到大陸 過境交通就很嚴重 還有一些地方是癱瘓了 有部份的人就滯留在香港不同的地方 有些網民就在小紅書平台 這個也是最混蛋的平台 唱衰香港不為餘力的平台 上片和上視頻 就看到一些內地客怒縮街頭 有些人就在名店外面休息 麥當勞也有很多人滯留在那裡 有些媒體還說麥當勞變成爛民營 即是扑你的街頭 你需要這樣說嗎? 其實這件事情 我一定要告訴大家 他們自己是有問題的 因為你沒有理由去一個地方跨年 就想著很快可以過關的 除非 你一開始就想到 我也是 跨年後 我就馬上坐的士 走去過關的 除非你一開始已經安排定 但是 問題就是 老實說 香港的交通工具 就可以 令到很多來香港看跨年 或者參加活動的人 即日上回內地 其實我也記得 有一次我坐飛機 應該是19年初的時候 19年初的時候 我回香港 那時候買香港的機票 買不到 因為買香港的機票太貴 我記得做了什麼 而且那次回來香港是很急的 那時候我就 一飛就飛去廣州 我在廣州住 其實那次在香港是很急的 因為是聖誕新年期間 那我就 因為要見一個客人 在香港的時候 那我就 約一個客人 就在香港見 那我就早上坐高鐵 下來香港 接著 做完所有事情之後 就坐高鐵 上回廣州 那樣 但是那次我也很趕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就是 要趕高鐵上回廣州 其實是狂奔的 速度是狂奔的 其實是 那 那 如果我 即是我也要說如果 如果那時候 沒有預早安排那些事情 我就 趕不及回去 其實就是 那 Danny Lau H.K.就說 太子跨境巴士癱瘓 要大量警察維持秩序 那 太子那件事 我理解就是另外一件 太子跨境巴士 那裡癱瘓就是另外一件 但是 我經常都說一些事情 就是你如果去一些特別的 尤其是 要 跨年這樣的情況 我的看法呢 你就是沒有理由 就是 不安排到酒店的 那當然 跨境交通 現在無法反情 有很多人罵香港 其實 其實 為什麼不訂酒店 當然 我明白的 因為很貴 因為 有網友跟我說 他不適合酒店做 他最後一晚 應該是 星期六那晚 去訂一間房 就是跨年那天用的 他那間酒店就收人7千元 那是很貴的 事實上是貴的 我也認為 但是沒辦法 這個是供求問題 酒店房這件事 從來都是供求問題來的 你不捨得付這麼貴的錢 其實 在香港也是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 可以 留多一晚 那麼 SL就說 他在台北 即是機場 都擠涌 不能夠用爛文來形容的 有關方面 處理得很好 頂呱呱 這個是SL所說的 Easy Hong Kong Paratour 就說 香港不跟澳門 澳門可以走到關口回珠海 香港不能走路 回深圳 但是其實 深圳方面 其實 他們的關口 我忘記了哪幾個是24小時通的 現在當然有很多議員 就在出聲罵 就說要24小時通 其實問題 我認為就不是在24小時通不通的 那一件事 我認為就是 你應該跟內地的人說一說 就是 如果你這麼問水的話 還有很多人 同一時間要 坐交通工具 回到內地的話 還要 一直去過關的情況 其實 應該勸一下那些人 就是 這是我的看法 勸一下那些人 就是 安排得鬆容一點 因為 你自己 安排得這麼緊 然後 有問題就罵人 這些是不適合的行為 我的看法是 就是 我的看法是 他們自己安排有問題 現在 當然有些政棍就說 香港不行 香港撲街 香港搞不定 喂 就是這麼說 我自己如果是 一個地方 在那裡住 我也想不到 那些人會 舉個例子 下來跨年 然後 想著 一聲 即晚走 這些事情 其實我是想像不到的 我講的事實就是 其實這些 其實是不太行的 那村長就說 內地人普遍思想 沒有香港人這麼深思熟淚 問題就是 你也要有些常識嘛 當然你可能覺得 我們講常識就不是常識來的 就是這麼說 有些人在 俄士丁站 就坐在地上 那 有些人就發文 就說自己是爛文 就是 等錯高鐵那些 就說 哎 就是體驗爛文的感覺 22萬3千 訪港旅客 看完煙花 他們用煙火寫 接著全部滯留 事隔五年 再次到香港 旅客就經歷了 地鐵通宵 睡水來地的經驗 等到早上7點 第一班高鐵 又眼睡又累 這些是他們自己安排 不周而已 我自己覺得 也感謝Jolie的支持 我覺得他們是 自己安排得不好 也感謝Line King 88的支持 很感謝你 我覺得他們沒有處理好自己的問題 就是賴的 在網上罵人 他說想盡了各種辦法 都不能回去 但是香港的公共交通 也是很緊的 就算你看完煙花 你也要時間 平時香港人回家 看完煙花回家 或者以前聖誕燈飾 看完聖誕燈飾回家 我小時候 如果沒有搞錯 很多時候回到家 都會兩三點 你想想 如果還要過關 整件事很難 根本是不容易處理的 整件事是不容易處理的 Ray Wall說 他們那些人 遲了坐高鐵 國內都是這樣坐高鐵站等車 但是國內的高鐵 晚上是收車的 這個是常識來的 對不對 如果你知道是收車 那你真的要有辦法 坐車回去關口那裡 那好吧 坐車去關口那些車 有多少是24小時服務的 有多少是 看完煙花之後還服務的 你起碼先檢查清楚 對不對 是不是 我的看法是這樣的 喏 Ray Wall說 國內同胞 買直通車 比香港人好 他們都知道沒有直通車通銷 直通車一天只有一班 我不知道現在 以前 19年的時候 其實已經只有一班直通車 如果是在紅磡上車 直通廣州的那些 直通車 就是一班 一天 是下午的時候上車的 那好吧 那你現在 那些人是搭高鐵 就好 但是高鐵晚上 全中國的高鐵都會收車的 根本高鐵網晚上就不開的 其實就是 因為它要維修 其實這些是常識來的 是不是 那好吧 你說我要等 要等第二天七點坐高鐵 那你等第二天七點坐高鐵 你可以有很多選擇 你可以去桑拿玉室 在佐敦那裡大大桑拿玉室 你可以去桑拿玉室 你也可以去麥當勞 當然有人去了麥當勞 當然有人去了麥當勞 是不是 你不租酒店也有地方去的 其實香港是 那還有 那還有 有一些夜場 還有 還有一些服務 特別服務 找女兒過夜 有這些 這些是有服務的 那你自己計劃得不好 對不對 對不對 其實現在在吵 在罵 就是多L魚 就是有女兒過夜的 就是你說 你這樣說 就是說香港很多做槍技 之前我記得 神網第一線有一天 就跟大家說了 有兩個人扮警察 就進去 偷了一個大姐 是打傷了一個大姐 偷了三皮幾夜 現在好像有消息傳出來 就說那個是性工作者 香港的酒店是有性工作者的 這些是社會常識 就算你不去嫖 你也會知道有這些事情 對不對 也有過夜收費 對不對 你不去做而已 有些事情 說真的 你也不去處理這個問題 對不對 是不是 我不喜歡嫖的 但是 酒店租就這樣 只租都三千 過夜也是三千 是不是 就是 你 是不是有其他選項 是不是有其他選項 我不是主張一些人去嫖妓 一定不是這樣主張 就是 但是 有其他選項 是不是 是不是 有其他選項 對不對 Rain Wall就是紅磚很多高速 不僅是紅磚 還有 尖東也是 其實 哈哈哈哈 就是 這些事情 其實 在社會上 運轉了一段時間的人 都知道這些事情 是不是 那麼 Rain Wall就說 去卡拉OK唱幾個小時就可以 是啊 香港其實不是沒有選項 不過其實 我也要說 香港有些事情就差了 就是 有些地方 真是暗淡無光的 以前有些地方 你可以在某棟大廈裡面 一個星期不出來都可以 整個星期都可以在那棟大廈那裡住 都可以 現在不行 現在好像 現在那些店鋪好像是倒閉一些 那些都是 那些牆有部分倒閉了 那麼 輝日夜女命共同體就說 租間對著維港酒店房住一晚 不用趕頭趕頭趕頭 坐得舒舒服服 促進一下 香港經濟也不怕死 其實是這樣的 所以現在 現在這個也側視到香港的一個困境 就是你現在吸引到人來香港 但是他們來香港的人 不是很捨得洗錢的 就是你從側面就看到 香港現在的困難在哪裡 就是當那些人是不肯洗錢的 他來了一個地方 連酒店房也不肯給的 要省酒店房的錢 他就會衍生出其他社會問題出來 還有 他們有些人就自己 明明自己安排不周 他也要賴別人的 就是我的看法 我對這些 就是說要睡水泥地的人 老實實 百分之一百沒有同情他們的 雖然我覺得他們 當然很可憐 要睡地鐵站 但是 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 我的看法 我很粗淺的看法 香港的交通 到了深夜的時候 這個服務根本就是不足的 其實這個是很久的了 疫情期間已經是這樣的了 人們不出夜街 夜晚的士都很難的 因為現在你晚上出街 是自駕的士都很難的 所以為什麼那些人都要叫Uber 就是這樣 Uber是犯法的 沒有辦法的 犯法也要做 沒有辦法 現在那個情況就是 被迫的 犯法也是被迫的 喏 那麼 在深圳過夜 難道又罵深圳政府嗎 就是這樣 哈哈 Johnson Cito說 新興大廈和金漢大廈 可以七天七夜不出大廈喚口 哈哈哈哈 哈哈 有些地方是可以的 我也說 有些地方沒所謂 有錢玩就可以了 出出入入有錢玩 那 那 村長就說 現在很多來玩不買東西 還有越來越多在街頭做直播 是啊 他們的直播還有很多是唱衰香港 混蛋 這些是最賤的 哈哈 哈哈 你來香港玩 說真的 我覺得是歡迎 但是你不要來直播 然後唱衰香港 又說 香港的人很色情色 對不起我不想說出口 但是我說了 因為我記得看過一段影片 就是一個姐姐她說 她穿到 當然老實實 就是出來混蛋的格子 我不想這樣說 但是對不起 這個要加回家長子人 出來混蛋的格子 說香港的男人 好像很色情地看她 很色迷迷地看她 覺得香港很落後 我想你穿到整個 對不起 我不應該這麼說 整個性工作者這樣 這是最有文化的說法 整個性工作者這樣 那些人當然是涵涵涼涼看你的 就是 會去找性工作者的人 當然是涵涼涼涼看你的 因為覺得你是性工作者 是不是 哈哈 對不對 喏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我講的就是這樣 就是 其實 你自己不去租房 跟別人有什麼事 老實說 我就覺得這些人 絕對不得可憐 哈哈 還有 其實根本都知道 香港人自己看完煙花 都是要搭的士 很難搭的的士 都要走去找的士搭 很難找Uber 都要找Uber 都要搭 但是你們這些人不是 你們這些人 根本就明知道 沒有高鐵的 原來有很多人都 結果就在柯士丁站那裡等 明天高鐵開 你老美 哈哈 還要唱衰香港 香港的人不唱衰你 說你睡街已經很好 叫你做睡街大陸兄 還複街 反正香港以前也有一個睡街兄 叫劉慧兄 你們那些 叫你做睡街兄 那怎麼辦 有些人說 喂 你不要這樣說 你自己做了一些安排 是讓你自己要睡街 就不要覺得 你老美 香港人迫得我睡街 混蛋 這些事情根本就離譜 唉 不好意思 我一看到這些 就很生氣 還有 我看到議員反應 我覺得還是會著火 一定是有些議員會出來說 哇 我們這個交通很不行 你老美 現在這個是特殊的事情 如果你要做交通的話 那些議員也有份要處理 老實實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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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算了 我講到這裡 休息一會兒 就講一下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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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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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